经查民众检举系统 有两辆自小客车 于新北市中和区台六四线快速道路 往中和中山路方向 以持续性变换车道 有危险驾驶之行为来驾驶 经检视违规事实上署明确 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依法举发 中和分局呼吁 用路人应确实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有危险驾车等其他违规行为 民众若发现交通违规刑事 得进行检举或拨打110专线报案 远警将尽速到达现场 以维护交通安全